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患病腿脚不灵活 需要靠轮椅出行的政治化 这次现身只处着拐杖 没看到身边有放轮椅 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鞋子都是黑色的 打扮朴素 已经59岁的她 虽然在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身材发福明显 但她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与着妻女陪伴在旁 她心情大好 正她的以白色连衣裙搭配粉色针织衫 一头亮丽的秀发 随意地披散在肩膀上 造型很是温文尔雅 她年纪不小了 但保养得宜 她脸上的皮肤白皙 身材凹凸有致 气质优雅大方 剪了一头短发 把手搭在政治化肩膀上的小姐姐 变成女儿郑安琪 现年22岁的她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丽 她的眼睛大大的 鼻子和嘴巴都长得很匀衬 颜值相当高 身材高挑纤细 明显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 总体来说 罕见露面的政治化妻子和爱女 都是美貌出众 身材好 非常难得的是 母女俩不仅有外在美 还有内在美 她们从来不会嫌弃政治化的身体缺陷 政治化在90年代 凭借水手 鼓舞了一代代年轻人 让他们奋勇前行 直面人生的风风雨雨 到了今天 仅仅能听老哥的90后 00后们 时常还会听闻水手的大名 但他们可能对政治化的了解少之又少 前天双腿残疾的政治化 用歌声对抗不幸 激昂的曲调 是她藏在拐杖下 对命运的呐喊 1961年 政治化生于中国台北市 据说她的名字是一个僧人赐予的 仿佛注定了她这一生 普通却又不平凡 政治化还未出生时 她的哥哥就夭折了 因此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她身上 一旦升到这世界上 政治化就及全家宠爱于一身 然而仅仅两岁 政治化就迎来第一场暴风雨 掀翻了她人生的小船 一场高烧 让政治化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此将当时医疗技术不发达 政治化的双腿被病魔摧残到变形 双腿瘫痪 时光一岁一岁地跳过 年幼的政治化渐渐懵懂 受双脚拖累 她每天只能趴在窗户边 看着外面的孩子们玩耍 要说不羡慕 那肯定是假的 孤独 沉默 敏感 政治化年幼的心 没之饱受煎熬 昨天家人没有放弃 他们清净家财 带着政治化 四处寻一份药 然而每次都是趁劲而去 拜信而归 直到政治化七岁那年 家人下了决心 冒险为她动了腿部矫正手术 十六到三八 无声诉说着政治化遭受的苦难 也许是上天垂帘 这场手术很成功 经过两年痛苦的康复训练 九岁的政治化终于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虽然人生依旧是残缺的 但我会用尽全部力气去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 童年的经历让政治化想要证明自己 不甘心屈屈人厚 所以等到上学时 除了体育 政治化美门成绩都名列前茅 更别说她还会画画 演讲 能写一首好字 然而虽然身体比不上普通人 政治化内心的火焰却熊熊燃烧 对欺辱她的同学 政治化奋起反抗 挨打了也不认输 一次一次 用狠劲为自己赢回尊严 上学之余 她脑子灵活 做起了玩具小买卖 让自己赚到了第一桶金 补贴家用 这种不安分的性格一直延续到她上学的时候 国中毕业后 她因为讨厌穿制服 背书包上学 政治化不顾父亲让她学医的想法 直接报考台北工专 去念了土木工程 然而就是这一任性的做法 让她遇上了人生中最挚爱 也是最遗憾的初恋 精通绘画和书法的政治化 在学校里可谓是一代风云人物 成了校刊的常客 在将年轻时的时尚帅气 政治化收获了一大票迷妹 其中就有她的忠实粉丝 阿元 少年有才 少女怀春 在一片青春的荷尔蒙中 两人自然而然地牵手了 校园恋情 大抵是人生中最纯洁 不掺杂一丝利益的爱情了 甜言蜜语 藏在不胜娇羞的花心中 藏在隐隐绰绰的小树林 藏在轻浮发丝的威风中 那段时间是政治化人生以来 最幸福最无忧的日子 女孩不在乎她的身体问题 只是一心一意 倾泻全部浓烈的爱意 非她不取 这是政治化最强烈的念头 然而校园爱情的结局 往往是悲剧收尾 家庭普通 身体还有残缺的政治化 被女孩家人瞧不起 棒打鸳鸯的戏码 出现在现实中时 少了一分戏剧性 多了几分冰冷 政治化遭受打击 过婚恶恶度日 甚至想过要以此示爱 是一首情诗 就是她留给初恋的遗书 好在最终 她走出了感情的阴霾 继续在人生的海洋上驰骋 她下定决心 绝不轻易落泪 好好活出个人样 毕业之后 政治化进入一家工程公司 年轻的她雄心壮志 一直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然而穿制服打领带 并不代表她是个成功人士 一天天枯燥机械的工作 让政治化越来越烦躁 下了班 也时常盯着电脑的黑白屏幕 双目无神 心底一遍遍地大喊 这真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个少年内心的火焰 虽然一度熄灭 但火种从未消逝 仅仅八个月 政治化就辞职了 身边很多人 都讥讽她不知好歹 毕竟在他们看来 一个残疾人 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该感恩戴德了 怎还敢生出辞职 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 冷言冷语 政治化童年时 已经听了太多 这丝毫不能阻止她的脚步 辞职后的政治化 偶然间被广告影片所吸引 拍广告 是一门值得奋斗的艺术 就这样 22岁的政治化 一头扎进了广告行业 发光发热 接触到了全新的行业 政治化不仅没有为难 反而每天都因新鲜感而兴奋 她没日没夜地 恶补专业知识 却还怡然自得 内心充实的感觉 让她飘飘欲鲜 敏锐的洞察力 加之不懈地努力 让政治化在广告领域 迅速成功 年轻的她 甚至一度被广告界称为鬼才 在人才济济的业界内 站稳了脚跟 而偶然的机会 政治化灵光一现 为开心洗发水 写了一曲广告歌 给开心女孩 反响非常好 本以为是广告事业的延伸 结果却被政治化打开了 成为歌手的大门 她因出色的天赋 被唱片公司的老板看中 力要踏出唱片 走歌手道路 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政治化 仅仅试唱了几次 就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政治化在广告行业 已很难有大的进步 因此她再次辞职 选择拥抱音乐 仅仅第二年 政治化就推出了人生 第一张专辑 《老妖的故事》 九首歌曲 全部由政治化艺人 作词谱曲 她的音乐才华 像喷涌的火山 一发不可收拾 而为了这张专辑 政治化和一线的矿工一起 同吃同住一个月 这才有了 夹洒着浓浓人情味的 这版专辑 唱出的城市中 年轻人萦绕不散的 乡土情节 政治化用这张专辑 证明了自己 以炮而红 最后她一年一张专辑 连续推出 《单身逃亡》 《堕落天使》两张专辑 反响均是强烈 在成为身残至尖的 励志水手之前 政治化的歌曲 往往受童年经历影响 充斥着伤感孤独的情怀 她用音乐 写下了29年来 新路的沉浮 泥芒 以及狂乱的青春 而到了1992年 政治化拄着拐杖 上了圣火晚会 一首充斥着铿锵傲益 百折不去精神的水手 自政治化口中悠言而出 这首政治化坐在浴缸里 幻想出来的水手 唱哭了屏幕前 无数感同身受的观众 也唱火了自己的歌手之路 那些年 只要去KTV 水手是很多人 必唱的经典曲目之一 此后她继续着辉煌 创作出了如星星点灯 这种励志歌曲 即使90年代的歌坛 大老云集 但政治化愣是拄着拐杖 一点一点地打拼出了 专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歌坛站稳了脚跟的政治化 却为像人们预料的那样 继续发力 就如前两份工作一样 即使政治化已经名满天下 她还是当初那个不羁的少年 说走就走 1999年 事业巅峰的她 突然宣布退出歌坛 那一年她才38岁 正是一个人功成名就的黄金年龄 2005年 政治化尝试过付出 但属于她的时代早已落幕 连出专辑都没什么水花 但2009年 她办告别演唱会时 依然是座无虚席 政治化在现场说 其实我不想再唱水手 但如果我不唱 那我就不是政治化了 现场的观众情绪高涨 气氛浓烈 甚至结束后久久不能平息 没办法 政治化又再次反场 唱了两首歌 观众们才依依不舍地放她走 人生的下半场 政治化用全部时光 陪伴在了家人左右 早在2000年时 政治化就和妻子张玉雅 喜结连礼 婚后还生下了一个 活泼漂亮的女儿 人生堪称完美 因为童年的遗憾 所以政治化尽尽全力 只为给女儿一个温暖的童年 甚至曾为了让女儿听自己唱歌 而重返舞台 一个像命运 费勇举荐的水手 在家庭温柔的包裹下 也渐渐变得温润 如今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很悠闲 写书法 练画画 做妻妻等等 都是高雅人士的活动 她的书法比例雄尽 飘逸脱俗 即使不懂书法的普通人 也能看出她的功底来 绝不是某些气势道明的大师所能比 曾经有人出两万块 想买政治化随手写的一幅字 政治化却笑着回答 我的字不卖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送给你 而她的画则透露出 强烈的个人风采 有一种似是而非 高明深奥的意味在里面 2009年5月份 政治化还办了一场画展 名为溺爱 不是对自己女儿的溺爱 而是政治化 对绘画的溺爱 政治化这一生 虽然艰苦却一路精彩 不健全的双腿 挡不住她勇盼高峰的决心 历经风雨的打磨再归来 政治化还是那个披风斩浪 高歌直行的不屈水手 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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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